今天呢 刚刚把鸡喂了 我去早上去割了点那个回来 割了点红薯盆盆 回来喂鸡 煮了点饭 不是 煮了点饭 煮了点那个鸡食嘛 给他们吃了 我吃起来 我想了一下 天天吃家菜也腻 今天就想吃一次野菜 就买了两份花了巨汁 买了两份粉回来 这一份是猪脚粉 猪脚粉是18块钱一斤 不是18块钱一份 这个是牛肉粉 牛肉粉是10块钱一份 所以总共是28块钱 之前不是说我不是 买了一份不饱吗 朋友们不知道 说我不知道买两份 那今天我就买两份 我们看一下 哇 这猪脚是 蒸了整个猪脚 泡椒猪脚 你看 这个 不知道味道如何 这是我第一次吃他们家的 这个是羊肉粉 尝一下 羊肉粉 羊肉粉好满 回到家门 粉多了 汤又变少了 啊 羊肉粉还是要在店里吃才好吃 他应该搞个大碗吧 这个小碗就有点 你看一吃就 汤就没了 猪脚粉 水泡 水泡 这个水泡水泡 哦 真正的猪脚粉 猪脚排子粉 嗯 可以 今天吃两倍 哦 还真是酸汤出小 排子粉 些吃有热的 再点 一个 猪脚排子粉 猪脚排子粉 18块 一份 牛肉粉10块钱一份 看来今天我要吃猪脚排子了 猪脚排子 这个还有泡菜 泡菜 用几菜 咱们 猪脚排子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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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是脆皮酸汤猪脚粉 其实和我平时做的酸 猪脚粉一样的 所以是酸汤脆皮猪脚 打包的话我带的好一点 我太小了到家里就变成半粉了 要卖粉了 这是羊肉粉 好乖乖 失误了 这个羊肉粉 我爱吃 没汤了 不行 就是没汤了没味道 搞到这里来 搞到猪脚回这里来 拌粉了就失去吃羊肉粉的味道了 最后变成了摔汤猪脚 牛肉粉 嗯 我这是羊肉粉 搞错了 吃掉也这里睡少一点 吃起来就有味道 这种口味在吃这个味道就没有多了 味道了 这个就很淡很淡了 人就是这样嘛 贴贴吃家里的就想吃到外面的 贴贴在外面吃的就想吃家里的 我妈就是偶尔在外面吃よ OK